大家好,是我 SNH48,下滑线正能量 今天我要给大家做一个视频 但是我想不出任何主意 所以我们就来录这一期问答 因为你想不出主意的时候 我们就让粉丝做我们主播的本能工作 我们要做一个正能量的主播 所以现在开始我做的所有视频 都是要完全没有争议 然后我尽量不表达自己的观点 所以我们要开始了 OK,准备好了吗? 我们按时间来吧 因为按热读来的话 我们可能是在蹭热读 OK,为什么最近一直直播CSGO还总是输? OK,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就很想骂这个用户名字叫做民族主义私人 但是我们要冷静 因为呢我们是一个正能量的主播 所以我们要这么说 民族主义私 你好,我是SNH48,下滑线正能量 那么今天呢,我想说 我收到了你这个评论 然后呢,我想说 所有人都有自己的观点 你的评论呢 很可能是一个正确的观点 但是呢 CC在这里呢 也有一个不同的观点 就是CC认为呢 CC喜欢直播CSGO 然后CC也认为呢 CC输 就输吧 CC认为呢 你在这里可能是在偷换概念 CC认为 你应该吃食 Y方K6说 CC来freestyle 那么如果是以前的我的话 我现在就会喷这个用户 说为什么这么多人在说freestyle这个词 然后这个词都用不对 但是呢 我们是正能量主播 对不对 所以呢 我爱无一番 许甫人呢 他怎么不录视频了 他说他去打工了 真的吗 真的 CC国内MC实况主 和国外MC实况主 你觉得哪一个更好 那么 同样的 如果是以前的CC在回答这个问题的话 他会开始表达自己的观点 然后说 国内MC实况主 除了几个基础性的MC实况主以外 都是非常非常质量低的实况主 但是呢 作为一个 对不对 现在一个新的正能量的up主 这种话我是不会说的 我从来 我一定不会说这种表达自己观点的话 我不说 我不说 这是个陷阱 我不说 CC你今年几岁 该不会真的是40多岁吧 是的 CC也是一个奔四的主播了 你知道吗 CC喜欢找怎样的粉糙啊 那么 这个我就得让你停在那里了 你知道吗 我们可是正能量的频道 一个正能量的主播 作为B站的风际委员 我在这里提示你 请不要说这么侮辱人的东西 好吗 然后我喜欢操凶大的 CC你有想过 做一个某学院一样的短片吗 某事情想做的 但是我觉得我们观众里面 还没有足够的 在婴儿车上的婴儿里 知道吗 所以可能如果我们做出来的话 可能没有足够的观众会喜欢我们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顾忌大的事情 认真问个高质量的 狗匠工资怎么办 那么现在呢 我的珠宝预额有 95块钱 那么不管你相不相信呢 这个是 不足够达到 果匠的工资的 所以呢 珠宝二维码在我的脸上 这个叫做海西色之秋的人问 CC有没有去其他视频平台投稿的打算 那么恭喜海西色之秋 你的村里终于通往了 我们想告诉你 现在是2017年7月9号 然后呢 美国的总统是特朗普 然后呢 世界上一切完好 请你不要担心 CC你不开心的时候会怎么办 感觉你真的超累 压力那么大 左上门抱着枕头哭唧唧的小男孩 我看上去像TFBOYS的一员吗 CC等你有钱了 第一件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你知道吗 呃 嫖 CC还打算找个平台直播吗 一直这样经济没问题吗 你看我不是一个很喜欢 哭唢的主播你知道吗 但既然你问了 没关系我们会解决的 OK 呃 之后可能会有一些广告 如果有的话 那么经济应该会好一点点 不好的话我们就一口一局 对不对 下一局不就可以买长枪了吗 对吧 很简单的呀 OK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片前视频呢 就到这里结束了 你们这期问题还算质量好一点点 你知道吗 你看我给粉丝一个表扬真的是 哇 这是什么震能量狗屎啊 好那我们这一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大家收看 喜欢的话点个投币 收藏 或者我不在乎其实你知道吗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